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纽约邮报更特别撰写专文赞许他的佳肴 我父亲是台湾人的 我父亲在台湾第一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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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在台湾之前就移到美国 我母亲其实是韩国 我父亲在台湾上讲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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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在台湾上讲英语 所以我生在台湾上讲英语 但是我喜欢牛肉面 曹伟国表示曾在洗碗赚取生活费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喜欢做菜享受控刃的乐趣 因此他决定赴法国学习厨艺 加上家族在美国经营知名台湾眷村餐馆 让曹伟国练就一身好手艺 曹伟国除了拥有精湛厨艺之外 玩乐团弹吉他是他的最爱 热情活力十足的他 还曾经自主摇滚乐团寻回演出 日前他特别出席台湾会馆举办的募款音乐会 使尽全力又主又唱又跳 大力募款做工艺 庄社记者黄兆平 纽约报导 台湾美食再度征服外国人的胃 观光局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 举办品尝台湾推广活动 吸引大批中外人士参加 其中餐厅主厨卡麦隆 先前或观光局邀请访问台湾八个星期 他特别上台分享在台湾感受到的 独特美食和人情味 卡麦隆表示 台湾行给他很多启发和敏感 他现场也推出一道自唱的甜人心 脆皮嫩豆腐料理 融合台湾和家国母味 我们在这里做我们的豆腐 和红豆腐和白豆腐 非常美丽 这种混合不同的亚洲餐厅 也有点改革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 除了邀请外国民厨由台湾 泛国推出融合宝岛风情的创新美食 观光局也结合当地电视台 拍摄品尝台湾的美食旅游节目 我们也希望结合当地的大厨 到台湾实际的体验之后 把台湾的美食能够带到主流社会 让加东的观光客 加东的民众也能够品尝到 台湾的特色美食 观光局表示 结合主厨和电视媒体 行销台湾观光 去年在美国举办成功引起话题 今年造访宝岛的美国旅客人数 增加12% 加拿大的旅客人数 更成长20% 成效显著 中央社记者张若霆 多伦多报导 拥有42年历史的老字号 圆山大饭店圆圆餐厅 为提供多元菜色扩大服务 自3月起将从过去仅39坪的隔楼位置 移转到97坪的大厅营运 除保留招牌的如红豆松糕等佳肴 更理聘资深主厨 带来江浙风味菜 为老餐厅注入新活力 我们从三十几坪的营业的空间 扩大到97坪 而且不止小吃 我们甚至包括江浙的大菜 宴席套餐都可以提供 高达150几种以上的菜色 我们备有建坛山 南有基隆河 所以看山看水 在圆山的包厢 用餐的环境来讲 不仅眼睛可以看得很美 同样的也可以享受美食 记者会上主厨王全毅 秀了几道功夫菜 近展好手艺 新增如乾隆御传之一的清宫肉圆 今早栗子烧红肉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细火慢煨的东坡肉 调味也加入巧思 东坡肉本身是用五花肉 把令草去乳 大概乳个八个小时 所以慢火去煨乳 只要是用冰糖跟酱油 去煨 没有加任何的味精 所以它乳食尖酒 肉很入口即化 它里面就是有加一些红菊 在养生啊 饭店指出圆圆改头换面后 除了菜色翻新 飘高八米的宽敞空间 宾客还没变得合景 和市区景观 让用餐体验也跟着升级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 台北报导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为您 泰国麦福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中国大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相后下午在北京登场 真的两岸议题基调大致不变 强调两岸一家亲 更把台湾青少年 列为团结的对象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余震申也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打贪腐的进度 本届政协已经撤销了令计划输入等14人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这警示我们要切实加强委员队务建设 继续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这是政协工作报告首次提到反腐 显示以往盛会不打虎的铁律已经改变 两会打虎不打羊 大陆媒体普遍预期 后续还会有现任和现任的重要官员遭到调查 中央社记者邱国强北京报道 中国大陆日前片面公布四条新航路 其中南北向的M503航路距离海峡中线 也就是台北飞航情报区边界最近只有7.8公里 引发台湾民众疑虑 大陆为了说明划设M503航路的必要性 3号上午首度开放台湾媒体进到中国民航 上海区域管制中心参观 大陆国财办发言人马晓光在现场表示 台湾看待M503航路不能犯政治化 两岸长期由于对立积累的一些心理的 这种东西我想还只能靠啊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靠两岸民主相互交流 我们去慢慢地划解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 恐怕不能把这个问题啊 来犯着这话 中央社记者提问 大陆应该如何化解台湾民众在心理层面的疑虑 大陆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局长车进军做出回应 那么民航飞机飞和部队飞机飞谁更安全呢 在两岸的这个其他飞行之间架起一条和平的为民服务的 以民航飞机为主的航线 不是对两岸和平更好的展示吗 大陆片面公布的四条新航路原本预计三月五号生效 两岸民航小两会二号在上海举行工作会议沟通M503航路 交通部民航局随后宣布两岸达成初步共识 M503航路延后实施令三条航路现阶段不起用不实施 中央社记者冯昭上海报导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欧盟外长预计六号举行会谈 预料各国将持续讨论乌克兰停火问题 以及伊斯兰国恐怖攻击等议题 并加强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合作应对冲突 更多后续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高华世新闻在外面 最后再生效应 也会感到转变 的 3分钟 原创 2分钟 心算 3分钟 2分钟 2分钟 1分钟 2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